創意比財近載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回到我們盤中的現場 台股是今天蠻強的 那今天有個指數你仔細看 台股今天早盤開小高做震盪走高 那現在還大漲了143點 那最高今天是漲多少 漲166點 好 那可不可以你想想看 台股今天最高漲166點 整個指數是來到13759 台股的漲幅高達多少 1%多 對不對 1%多 可是你去看 昨天的美國股市漲多 稍微走震盪 就比較偏小跌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跌勢 可是今天亞洲股市你去看 現在上海股市漲15點 大概漲多少 0點 頂多0.4多啦 南岸股市現在快回到平盤嘛 好像也沒有漲多少 日經是下跌嘛 跌200多點 大概跌快1% 恒生指數呢 漲130點 可是它的指數是26500多點 所以頂多也是漲那個 0.3 0.4%左右 可是台股今天是漲了1%多 為什麼台股能夠那麼強 因為今天是期貨結算嘛 對不對 今天期貨結算 台股的走勢跟其他國家的股市 走勢呢都不一樣 好 可是我要怎麼去界定說 你這個期貨的結算 你這個指數呢是有機會去拉高的 搞不好它也會壓低啊 對不對 好 我們仔細看喔 上個禮拜我有跟各位講過喔 整個美國總統選完之後呢 甚至於整個疫苗的利多一出來 11月份的時候呢 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 它就突破了什麼 前三個月的盤整區嘛 最高32500多口嘛 結果它突破了 突破之後呢已經接近來到多少 來到4萬口 好 那各位你先想看 上個禮拜我就有跟各位講喔 因為你外資期貨已經衝到4萬口 那這個盤呢 加上這個 因為上個禮拜它衝上4萬口嘛 那你這個禮拜是期貨結算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欸 這盤是有撐的 有沒有 我說這個盤是有撐的 那你會發現喔 這兩天指數呢 震盪比較大 但是呢 指數還是拉高嘛 原因在哪裡 因為跟期貨結算有關 對不對 好 當它指數衝上4萬口之後呢 這個指數就拉高 當拉高的時候你會發現到什麼 你看最近外資期貨的 優位就開始減 對不對 到昨天是多少 2萬6千7百多口 這代表說 它拉高的時候它在獲利 對吧 很合理啦 拉高的時候呢 因為今天結算 這幾天的時候呢 它開始在獲利 那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這一段 你指數拉不拉 你台北股市到底還有沒有高點 這地方外資的操作它很重要 那現在的重點 應該是放在結算完之後 這個盤它未來會怎麼去走 對不對 好 我這天怎麼跟你講 我說這個時間點我們要去看 這禮拜的操作 可能跟前半週跟後半週 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你在前半週是遇到期貨結算 所以指數有稱嘛 但是呢 期貨結算完之後 台股是不是就會這麼強 不知道 你要去看外資未來的佈局 所以我說 如果外資的 到時候呢 這個 你要說今天結算完之後 這幾天的新倉啊 是在三萬口之下 喔 不用講了 這個盤就是震盪 如果它一直都沒有辦法增加 反而要預防震盪會不會做頭 如果說台北股市到時候呢 它起貨的倉位是有機會 再接近四萬口 欸 它會強勢整理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你先不用擠 因為離下次的結算還很遠 那反而在這段期間裡面 要注意什麼 你看美股漲多少區間 高科技股也是一樣 你看那個中國股市 大致上也是比較維持區間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跟大家講過 台北股市啊 接下來期貨結算完之後 除了我們要去看 外資期貨的倉位之外 我認為啊 這個盤 它會開始維持區間 它會開始維持區間 那這區間是強勢弱 到時候的重點就是看什麼 看外資的倉位 看外資的倉位 好 那重點來了 如果是這樣的走勢的話 那你覺得現在怎麼做 這裡可不可以嘛 對啊 應該11月份已經漲了1000多點 會不會最高啊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種區間盤 它只適合各股表現 你在走整理盤的時候 量一定會縮嘛 那也不至於說 會有那個什麼明顯的什麼 族群或攻擊性的股票 再一路往上攻 這大致上會偏個股表現 也就是說 你有題材性的個股 它會繼續攻 但是呢 如果說有些個股 籌碼比較亂 又沒有題材的話 還是要預防什麼 然後會不會抵喔 你注意看喔 指數今天是拉高的 可是到今天為止 你注意看喔 你看有些個股 是不是在創破斷地點 升級股就不用講了嘛 你看到現在為止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啊 一路跌嘛 一路跌嘛 對不對 是不是一路跌 對不對 你看啊 這些個股都上不去嘛 沒錯吧 所以我說六月份以來 我都沒有叫你去買 任何一檔升級 因為是一買進去就套 一買進去就套 好那再來 電子類股呢 你注意看喔 有些電子類股 現在的狀況是 融資增加嘛 可是股價呢 就耗在這裡 你想想看喔 盤漲你都不漲 如果盤走震盪 盤稍微下跌呢 它會不會破壞線 這要注意喔 你再仔細看喔 這些台軍也是一樣嘛 融資增加嘛 那股價都上不去啊 你看那個增頂 到現在為止 那個頸線 也岌岌可危嘛 對不對 你看到松害 最近差不多 這已經快兩個月囉 股價也都沒上去喔 到現在為止 已經打到季線了 那像這類型的個股 最近還蠻多的啦 稍微點一下下就好了啦 你自己看喔 到現在為止 這些個股都這樣 對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當你問我說 老師 那既然是走個股表現 那什麼樣的個股上得去 好 各位我們注意聽喔 仔細看 現在選股很重要 你不要亂選 選錯股票真的是 會有融資追腳的問題 現在已經很多個股啊 你注意看啊 很多個股到現在為止上不去啊 是不是都在跌 如果你是買在高點的 然後他如果上不去一直跌 你維持率會降低嘛 那對你操作沒有幫助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啊 反而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懂的是 怎麼去撿便宜嘛 那什麼叫撿便宜 當然不要追啊 領先落底啊 不要看到漲什麼 你去追什麼嘛 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的個股要有題材面嘛 要有產業面支撐嘛 你有題材 才有拉抬的動力嘛 而且當你有題材 你的股價是落底的話 它會形成低估的狀況 尤其有些營收成長的個股 對不對 好 這三點之外呢 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你現在不能有那種融資套牢 或有融資斷頭賣押會出籠的股票 否則這些個股它會上不去 對不對 好 用講的比較快 但是要怎麼做 我做給你看 我跟各位講過 我們會員持股不多了 我只有兩檔 好不好 我只有兩檔 你要買很多嗎 你會覺得說 啊 老師你買兩檔賺不到錢啊 你買那麼多你套更多 誰說你買一兩檔 買個兩檔左右你賺不到錢 你注意看啊 前面美國總統選舉前 我跟你講過信商店 都還沒有漲喔 不是漲起來我告訴你喔 當初我去買信商店我跟他講過 因為同樣做陶瓷電容器的春田製作所創新高 太陽佑電也是創新高 所以那個時間點我就跟他講啊 美國總統選舉前 我都叫我們的會員買這一檔 買這一檔 而且它有基本面支撐嘛 9月你說創一年多以來的新高啊 有這樣的基本面怎麼不動 怎麼會不動 注意看啊 55塊左右叫你買 你看我先講一下 會員怎麼做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啦 會員怎麼買 我會告訴你我怎麼買 那到底這樣做法是不是你要的 你去做評估 好不好 當初55塊左右叫你買 11月3號是不是工廠庭 工完漲庭之後你注意看啊 工完漲庭就發動了嘛 當初有低點先去買嘛 什麼叫做教 不是說等到漲上去之後呢 我再跟你說你看啊 我們的股票要上去了 結果你都在追啊 我們是買在這裡 當股價漲上去你才去買 你再幫我們排降 很清楚了齁 好那再來 那下一檔個股在哪裡 你資金大一點的 我跟你講過哪一檔 11月初我跟他講 既然你陶瓷電容器裡面的 信賞電都上得去 那另外一個5G上游原物料的 個股他一定上得去 而且他是全球全賽大廠 對不對 我跟你講全新嘛 你看周縣有沒有上去 還沒有動嘛 好當初我怎麼跟你說的 你從基本面來看 去年賺2塊7嘛 那今天第三季就賺2塊多啊 我說看這樣的營收他不會衰退啊 他一定有單 好一定有單 好那各位你去看 11月6號我跟他講說 欸快過警線喔 11月12號我跟他說 已經來到警線位置去了 只要再漲一毛 他就上去了 對不對 有沒有上去 有啦齁 會員在85塊多買嘛 買在這裡嘛 欸我不是說 抠訊沒讓你看喔 我隨便手去亂比喔 沒有喔 會員怎麼買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結果是不是也上去了 那你現在買在低檔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沒錯吧 好我持股不多啦 問題是你問我說 老師那我後面要做什麼 對啊這個盤後面要漲什麼股票 欸同學我昨天也跟你預告咧 這我昨天也跟你預告咧 後面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這裡要攻擊 這樣子 我們從VCR裡面來印證 今天我說的就是 我們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那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能夠讓你買在低檔 他能夠像這樣子 全新這樣子 低檔買完上去 他能夠像什麼 像信商店這樣子 低檔買完就上去 下一檔在哪裡 我們從VCR來印證 好不好 導播請播VCR 謝謝 你說你要去找 墨電子類股後面的漲勢 你要先看一下喔 他籌碼到底穩不穩定喔 如果股價沒有落底 籌碼又沒穩定 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裡面 他補跌的壓力還是很重喔 那不要亂做 那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 有低點到的時候 我會帶你撿便宜 那持股我們不多啦 會員就兩檔左右 你看新商店起來了嘛 第一檔跟你講的全新也起來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抓 後面下一檔要漲什麼股票 注意確定喔 其實這檔個股 我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說過 將近這半年多的時間 他股價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那這樣的區間盤呢 這幾天已經開始接近到 僅限位置區了 那到底他過不過 他會不會繼續再供 我認為機率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光從營收來看 他9月10月的營收 都在創歷史新高 你從這裡看就看出來 9月10月營收都創新高 所以當你的營收都能夠創新高 你股價怎麼會 怎麼會沒有機會 反而這時候的股價呢 它是低估的 所以呢 你現在這個時間 你要去抓什麼 市場還不知道的股票 但是當有低檔的時候 你先把你成本壓低 後面你的股票 就能夠一飛衝天 就能夠開始走起漲 都可以啥 所以 機會在這裡 但問題是 你要好好把握啦 好 什麼樣的股票 你要好好把握 你先想看 昨天我已經跟你預告說 這個盤後面他要動什麼股票 哪一檔 動這檔 你看喔 大家半年都沒有動 但是呢 他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你會說老師啊 他還沒有過警線 你就跟我講說 這檔個股要漲 對啊 我跟你說過 我們要做教 我不是叫你去抬教啊 哪有時候一定要說 每次漲起來之後呢 再告訴你說 你看我的股票漲停板 沒有意義嘛 你也不知道真假 對不對 好 可是各位 當初在低檔的時候 我跟你預告說 為什麼這檔個股它會動 9月10月營收 它是創歷史新高 你能夠創歷史新高的股票 你為什麼上不去 而且你具有安防監控 車用還有金元的題材啊 你是有題材的啊 對不對 好 我記得喔 那時候11月9號開始 我跟你介紹這一檔 那時候我也跟各位講啊 9月10月的營收啊 它都在創新高 可是你想想看喔 你營收能夠創歷史新高 而且連續兩個月都在創高 可是你股價不動 你覺得會不會太委屈了 我們直接來看哪一檔 你注意看喔 我昨天跟你預告 這裡要動什麼 剛必價是不是講得很清楚 金向光 那你再仔細看嘛 連續兩個月營收 都在創歷史新高的 是哪一檔 金向光 你說老師這個盤到底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買 你注意看可不可以買 我們怎麼做 各位你注意看喔 今天金向光漲停板 可是我們第一個買點在哪裡 11月9號我開始跟你介紹的時候 我們在90塊附近買的 你一定都買得到了 因為當天說把897嘛 對不對 我就是要讓你買啦 反正你就買就對了啦 有低檔你也不趕快買 到今天找盤9點14分在這裡喔 我說金向光市價加碼買進 有沒有 你看啊 低檔買完 該加碼 我叫你加碼 結果衝上去了 你注意看 是不是衝上去了 今天來到101.5嘛 我們從90塊這地方開始買 今天找盤一開盤我們去加碼買 結果今天衝上去了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同時你想想看喔 已經超過10塊 比如說你買一張有1萬了嘛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是不是上去了 你買10張已經10萬了 而且這一類型的個股 你注意看 今天工上漲停啊 股價才剛從低檔上來啊 有沒有 股價是不是才剛從低檔上來 所以我跟他講過啊 到底這個盤 重點在於說 個股表現 你要表現什麼股票 今天不是說你持股多 你賺得多啊 你東買西買 買一點買一點買一點 結果套了一堆啦 你告訴我 你這樣是賺得多嗎 但是你穩穩當當就做 那個兩檔左右的股票 到今天為止你注意看啊 我們前面的個股 信倉店 第一檔買完創新高 前面的股票 第一檔買完全新 過景線也是創新高 到昨天我跟大家講說 下一檔要攻擊的股票 它叫金相光 結果呢 我們在90塊布局完之後呢 今天工漲停 也是在創新高 你說算不算得到錢 我跟你說過 這都是我會員的股票 我們的股票沒有很多啊 我是不是說兩檔左右嘛 對不對 今天不是說漲停滿的都是我的 沒有這回事啊 所以我們穩穩當當的 集中火力去波段操作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 是不是上去了 更換 會員怎麼買 我都讓你看得很清楚啊 而且我要提早預告 如果我是買掉低檔 我當然可以播VCR 我提早預告 所以我們的口訊是不是很清楚 有沒有 你就跟著會員 你跟著做就是這樣子 這都是你的口訊啊 可是我要跟會說喔 我在這市場二十幾年 這二十幾年我都在帶會員 全市場裡面有一種口訊 我看不懂 我帶了二十幾年的會員 有一種口訊我看不懂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口訊 你看喔 比方說今天的金相光 是不是讓你看到 今天漲停板嘛 對不對 好 今天一定會有人 因為這已經陸陸續續 好幾年我看到都是這種口訊 只要有股票漲停板 就有老師啦 不是一個好幾個 就拿一個口訊跟你講 你看恭喜某某某某股票漲停板 後面可能跟你說持股續爆我們大賺啊什麼之類的 有沒有 比方說像今天金相光漲停板 或許就有人會拿一張口訊跟你講 恭喜金相光漲停板 然後呢會員大賺什麼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然後呢 當股票漲停板的時候呢 跟你講說功課的口訊 買在哪裡 手一筆啊 你看我們從低檔買上來啦 你看我們從低檔買上來 從來沒有買進的口訊 是真的低檔買嗎 還說今天漲停你去 發個口訊叫會員趕快去買 然後呢電視上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低檔買的股票是不是漲停板 不敢拿那個買進的口訊啊 為什麼 因為沒有買嘛 低檔沒有買 如果去發那個口訊 拿那個口訊出來 那是作弊的行為 那主管計畫會炒 不敢買 不敢拿買進的口訊 對不對 只會拿什麼 只會拿漲停板的口訊跟你講 你看我們的金相光漲停板 可是同學你想想看啊 我跟他說過啊 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會員買什麼股票 怎麼去買 我交代的清清楚楚 對不對 當我低檔買完漲停板 我也沒什麼好恭賀的 反正會員繼續賺啊 我們還要繼續賺啊 我就是買在這裡啊 有沒有很清楚 到底哪一個口訊你覺得可以信任 你去思考啦 我說我做二十幾年了啦 這個市場裡面我就是有一個口訊 我看不懂啦 很多老師都會拿那個漲停板的口訊跟你講說 你看看我們的什麼股票漲停板 買在哪裡 連那個口訊都拿不出來 從來不會交代買在哪裡啦 手一比就說你看我買在這裡 你看是不是上去了 你看是不是上去了 我不相信啊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你 會員怎麼做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好不好 你買越多你套越多 但問題是你穩穩蕩蕩的去掌握一到兩檔的股票 你穩穩蕩蕩的去掌握一到兩檔的股票 後面新的股票你看是不是也上去了 你說指數已經藏一千多點 要買什麼股票 當然去買什麼 股價低估的個股啊 懂我意思吧 好那各位 這些個股上來之後 我會開始去找獲利的賣點 賣掉之後你是不是有資金出來 當你資金出來之後 我才會去買新的股票 我做法就是這樣 我說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如果說你現在看到 每天都是有那種漲停板的口訊 買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還是借你啦 該不該相信你自己去決定 我就說那種口訊我看不懂 但是會員怎麼做 怎麼買 我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有沒有 好那重點來了 接下來要動什麼股票 我後面可能會走震盪喔 我跟你講那個走震盪那個就有趣了 後面要漲的股票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重點我待會再來跟他做解說好不好 但問題是如果說 你今天掌握不到整個個股 或走勢的指數的脈動 我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待會我們就來看 台北股市 如果後面開始走震盪 到底可不可以買 那什麼樣的股票會上去 等一下我們來做解說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讓您立刻享受 讓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赋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 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赋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 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 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拒检或拒测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再犯 拒检及拒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好 欢迎来到现场 坚持数表现不错 目前是涨了174点 涨174点 可是呢 国际股市都没有什么动化 没有什么变化 昨天美股休息嘛 亚洲股市呢 今天也顶多也只有小涨 只有涨个0.3 0.几%而已 但是台北股市却能够涨1%多 所以呢 这跟期货的结算有关 你看最近这几天 整个指数都有人为的控制啦 老实讲 我们在做指数的过程里面 这一个月里面 就是这么两三天的时间是最讨厌的 因为你有人为的控制 所以会比较 跟国际股市会比较脱轨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等结算完之后再来做 结算完再来做 否则的话 你有人为控制 你就比较不好操作 好不好 但问题是 台北股市重点应该是放在结算完嘛 那我跟大家讲 结算完之后指数应该比较偏区间 但是这个区间 未来是强势弱 还是要看外资的仓位啦 如果你外资仓位不够 我觉得那个盘会比较偏弱啦 那当然要看 到底是强势弱 我们等到那个仓位出来再说 好不好 可是个股怎么做 当你偏区间的时候呢 他就会开始走个股表现了 可是这个个股表现呢 要预防什么 会不会有些个股呢 他一路跌嘛 会不会有些个股呢 这个地方上不去 然后又一路跌嘛 对不对 那我要避开啊 那怎么避开 我跟他讲过啦 掌握低档的个股嘛 有题材的个股 你又没有融资断头压力的股票 你才上得去啊 对不对 我们持股不多啦 货源怎么买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 全新也是一样嘛 是不是最近也过去了 货源怎么买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昨天跟你预告 这里要涨的股票 叫金向光 刚才也播VCR给你看嘛 因为他9月10月 已经收到就创历史新高啊 你跟我讲说股价它不会上去 不合理啊 所以当它不合理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 有低点我们90块买嘛 今天在涨停嘛 早晨9点14分 我叫会员在家嘛 这都是会员的抠讯哦 今天是不是上去了 对吧 从这里买这样上去了嘛 我跟他讲啊 全市场有一个抠讯 我看不懂啦 反正涨停板 都会拿一个涨停板的抠讯 恭喜什么东西涨停板 从来不敢 拿那个买的抠讯给你看 那就很奇怪啦 你都敢涨停板 恭贺 为什么你不敢拿买的抠讯 从来没有看到买的抠讯啊 我是觉得有 我不太相信啊 我是不知道啦 因为我不是太大会员 我怎么知道他在搞什么 但是我只告诉你啊 会员怎么做 我就在节目里面怎么跟你说 好 重点来了 当这些个股先上去了 你会发现到金向光 也是稍微 比较大型 大支一点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期货结算嘛 他会动这个股票 但问题是 你明天开始呢 期货结算完之后呢 指数未走区间嘛 偏区间的状况里面 他一定会量缩 所以从明天开始呢 中低价的个股要开始动 因为你量缩很适合这些股票 所以呢 中低价的个股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一档再生金源台积电是主要的客户 还跨着离电池市场 收链三小型末端 近期已经呢 准备要出现发动了 因为外资已经开始进场去买 所以呢 后面 这个礼拜后半周要攻击的股票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赶快跟着一起来 赶快跟着一起做教 好不好 所以呢 不知道怎么做的 谷佳琪 双赢计划 欢迎你来电做咨询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晚上八点再见 拜拜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浮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儿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资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 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不